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小王子 当我还只有六岁的时候 在一本描写原始森林的 比较真实的故事的书中 看到了一幅精彩的插画 画的是一条蟒蛇正在吞噬一只大野兽 叶头上就是那幅画的模本 这本书中写道 这些蟒蛇把他们的猎货物 不加咀嚼地胡论吞下 而后就不能再动弹了 他们就在长长的六个月的睡眠中 消化这些食物 当时我对丛林中的奇遇想了很多 于是我也用彩色铅笔 画出了我的第一幅图画 我的第一号作品 它是这样的 我把我的这幅杰作拿给大人看 我问他们 我的画是不是叫他们害怕 他们回答我说 一挺帽子有什么可怕的 我画的不是帽子 是一条巨蟒在消化着一头大象 于是我有把巨蟒肚子里的情况 画了出来 以便让大人们能够看懂 这些大人总是需要解释 我的第二号作品是这样的 大人们劝我把这些画着 开着肚皮的或闭上肚皮的 莽舌的图画放在一边 还是把兴趣放在地理历史 算术语法上 就这样 在六岁的那年 我就放弃了当画家 这一美好的职业 我的第一号第二号作品的不成功 是我泄了气 这些大人们 靠他们自己什么也弄不懂 还是老得不断地给他们做解释 这真叫孩子们腻歪 后来 我只好选择了另外一个职业 我学会了开飞机 世界各地差不多都飞到过 的确 地理学帮了我很大的忙 我一眼就能分辨出中国和亚利桑那 要是夜里迷失了航向 这是很有用的 这样 在我的生活中 我跟许多严肃的人都有过很多的接触 我在大人们中间生活过很长时间 我仔细地观察过他们 但这并没有使我对他们的看法有多大的改变 当我遇到一个头脑看来稍微清楚的大人时 我就拿出一直保存着的我的第一号作品来测试测试他 我想知道他是否真的有理解能力 可是得到的回答总是 这是挺帽子 我就不和他谈巨蟒呀 原始森林呀 或星星之类的事 我只得迁就他们的水平 和他们谈些桥牌呀 高尔夫球呀 政治呀 领带呀这些 于是大人们就十分高兴能认识我这样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我就这样孤独地生活着 没有一个能真正谈得来的人 一直到六年前 在撒哈拉沙漠上发生了那次故障 我的发动机里有个东西损坏了 当时由于我既没有带机械师 也没有带旅客 我就试图独自完成这个困难的维修工作 这对我来说是个生与死的问题 我随身带的水只够饮用一星期 第一个晚上我就睡在这远离人间烟火的大沙漠上 我比大海中浮在小木牌上的遇难者还要孤独得多 而在第二天浮小 当一个奇怪的小声音叫醒我的时候 你们可以想见我当时是多么吃惊 这小小的声音说道 请你给我画一只羊好吗 啊 给我画一只羊 我像是受到惊雷轰击一般 一下子就站立起来 我使劲地揉了揉眼睛 仔细地看了看 我看见一个十分奇怪的小家伙 严肃地朝我宁眸望着 这是后来我给他画出来的最好的一幅肖像 可是 我的画当然要比他本人的模样逊色得多 这不是我的过错 六岁时 大人们使我对我的画家生涯失去了勇气 除了画过开着肚皮和闭着肚皮的蟒蛇 后来再没有学过画 我惊奇地睁大眼睛 看着这突然出现的小家伙 你们不要忘记 我当时处在远离人间千里之外的地方 而这个小家伙给我的印象是 他既不像迷了路的样子 也没有半点疲乏饥渴惧怕的神情 他丝毫不像是一个迷失在矿物人烟大沙漠中的孩子 当我在惊讶之中 终于又能说出话来的时候 对他说道 哎 你在这干什么 可是 他却不慌不忙的 好像有一件重要的事一般 对我重复地说着 请给我画一只羊 当一种神秘的东西把你镇住的时候 你是不敢不听从他的支配的 在这矿物人烟的沙漠上 面临死亡的危险的情况下 尽管这样的举动使我感到十分荒诞 我还是掏出了一张纸和一只钢笔 这时 我却又记起 我只学过地理 历史算术和语法 就有点不大高兴地对小家伙说 我不会画画 他回答我说 没有关系 给我画一只羊吧 因为我从来没有画过羊 我就给他重画我所仅仅会画的 两幅画中的那幅壁着肚皮的巨蚌 不不 我不要莽蛇 他肚子里还有一头像 我听了他的话 简直目瞪口呆 他接着说 巨蚌这东西太危险 大象又太沾地方 我住的地方非常小 我需要一只羊 给我画一只羊吧 我就给他画了 他专心地看着 随后又说 我不要 这只羊已经病得很重了 给我重新画一只 我又画了起来 我的这位朋友天真可爱地笑了 并且客气地拒绝道 你看 你画的不是小羊 是头公羊 还有鸡脚呢 于是我又重新画了一张 这幅画同前几幅一样 又被拒绝了 这一只太老了 我想要一只能活得很长的羊 我不耐烦了 因为我急于要检锈发动机 于是就草草画了这张图 并且匆匆地对他说 这是一只箱子 你要的羊就在里面 这时我十分惊奇地看到 我的这位小评判员喜笑眼开 他说 这正是我想要的 你说 这只羊需要很多草吗 为什么问这个呢 因为 我那里地方非常小 我给你画的是一只很小的小羊 地方小也够喂养它的 他把脑袋靠近这张画 并不像你说的那么小 瞧 他睡着了 就这样 我认识了小王子 费了好长时间 我才弄清楚小王子是从哪来的 他向我提出一连串的问题 却好像从来也听不进我的问话 他偶尔说出的片言之语 一点一点地向我泄露了他的全部秘密 当他第一次看到我的飞机时就问我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不是东西 他会飞 这是一架飞机 是我的飞机 我很自豪地告诉他我是飞来的 于是他叫了起来 怎么 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是的 我谦虚地回答 啊 这个真有意思 说着就爆发出一阵欢快爽朗的笑声 这使我非常恼火 我希望别人能严肃地对待我的不幸 接着他又说道 那么说 你也是从天上来的了 你是从哪个星球来的 于是我立刻发现了一些线索 可以弄清他是从哪里来的这个秘密 我突然反问道 这么说 你是从别的星球来的了 他没有回答我的话 只是望着我的飞机轻轻地点了点头说 说实在的 靠这个 你不可能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好长一段时间 他陷入沉思默想之中 然后 他把我画的绵羊从口袋里掏出来 对着他那宝贝看得出神 你们可以设想一下 他这番关于别的星球含吼其词的说法 使我多么惊讶呀 所以 我要想方设法弄清他的来历 我的小家伙 你是从哪来的呀 你的家在什么地方呀 你要把我的绵羊带到哪里去呢 他默默沉思了一周后对我说 你给我的这个箱子太好了 夜间可以给绵羊当房子住 当然可以 要是你很乖 我还可以给你画一条绳子 白天好把绵羊拴起来 再给你画一根木桩子吧 这个建议好像惹得小王子很不高兴 把他拴起来 亏你想出这个坏主意 可是你不把他拴起来 他会到处乱跑的 会跑丢的呀 我的朋友又是一阵爽朗的笑声 你要他跑到哪去呢 不管是哪 他会一直往前跑的 这时 小王子郑重其事地指出 那倒没有关系 反正 我那小得很 然后 他仿佛略带伤感地说 一直往前跑 也跑不了多远 就这样 我又了解到了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情况 小王子原先所在的那个星球很小 它只比一座房子稍微大那么一点 这我并不觉得多么惊奇 我很清楚 除了地球 木星 火星 金星 这些早已命名的大行星之外 还有成百上千的小行星 它们小得用望远镜都难以看到 当天文学家发现了其中的一颗 就给它编上个号码当名字 比如叫它3251号小行星 我有充分理由相信 小王子来自B612号小行星 1909年 一位土耳其天文学家 在望远镜里观测到了这个小行星 于是 他在一次国际天文学大会上 出色地论证了他的发现 但是 由于当时他穿着一身土耳其民族服装 所以 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这个发现 大人们就是这样 后来 土耳其的一个专制暴君 强迫他的臣民传西式服装 《为者格杀物论》 1920年 那位土耳其天文学家 身着一套既讲究又时髦的西服 再一次论证了他的发现 这次 就再没有一个人不同意他的论证了 这才挽回了B612号小行星的名声 我之所以如此详尽地向你们介绍 B612号小行星 甚至连他的编号都告诉了你们 这都是因为大人们的缘故 他们对树木字有一种特殊的爱好 当你对他们谈到一个新朋友时 他们从来不会向你打听主要的情况 也绝对不会这样问你 他说话的嗓音怎么样啊 他喜欢做些什么游戏啊 他采集蝴蝶吗 而是问你 他几岁了 他弟兄几个呀 他体重多少啊 他爸爸一个月挣多少钱呀 他们以为经过这么一问 就了解这个人了 如果你对他们说 我看到一座漂亮的粉红色的砖房 窗前开着绣球花 屋顶上落着成群的鸽子 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出这座房子是什么样的 你必须这样对他们说 我看到一座房子 价值十万法郎 那他们就会叫起来 啊 这么豪华呀 同样 如果你对他们说 有那么一个小王子 总是笑眯眯的 招人喜爱 他还想要一只绵羊呢 因为他想要一只绵羊 这就足以证明 却有这么一个小王子存在 大人们听了 只会耸耸肩膀 把你当成孩子看待 相反 如果你对他们说 小王子是从B612号小行星上来的 那他们就确信无疑了 再也不会用他们的问题来纠缠你了 大人们就是这样 也不必责怪他们 孩子们应该对大人宽宏大量 当然了 我们懂得什么叫生活 根本就不把那些数目字放在眼里 我想用讲些女童话故事那样 来叙述这个故事 从前 有一个小王子 住在一个只比他大一点的小行星上 他很想找一个朋友 对于那些懂得生活的人来说 这事儿就显得更为真实可信 提起往事 我是满腹心酸 六年前 我的朋友带着他的绵羊一起离开了我 现在 我所以要在这里着力描写他 为的是不至于忘记他 忘掉一个朋友是令人悲伤的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过朋友 再说 我也可能会变得像那些大人一样 只对数目字感兴趣 我不愿意人家用轻率的态度来读我写的书 我要努力把书写好 我还买了一盒水彩和几支铅笔准备插图 可是 我除了画过那个剖开的和完整的蟒蛇之外 还从来没有想到再画别的画 眼下 到了这半年纪 再重新提笔作画就很困难了 当然了 我要尽可能画得唯妙唯肖 但是 能不能如愿以偿 没有确切的把握 画出来后 这一张还可以 另一张就不太像 我在人体比例上还出了点差错 在这个地方把小王子画得太大了 在另一处又把他画得太小了 以至于他的衣服应该着什么颜色 我也没有把握 于是我就这么试试 那么试试 总是时好时坏 凑凑合合的 最后 我甚至把某些重要的细节也画错了 在这一点上 你们还得多多原谅 每天 我都了解到一些有关他那个星球 以及他离开星球和旅途中的情况 这些都是慢慢琢磨出来的 就这样 到第三天 我才知道红面包树所导致的悲剧 这次多亏了那只绵羊 小王子像是心事重重 突然问我道 绵羊也吃小棺木 这是不是真的 是 是真的 啊 这我就放心了 我真不明白 绵羊吃不吃棺木 这事儿为什么这样重要 小王子又接着问道 这么说 绵羊也吃红面包树了 我提醒小王子说 红面包树不是灌木 而是有教堂那么高的大树 即使是赶来一群大象 也没有一棵红面包树那么高 一群大象的说法 把小王子逗乐了 那就得像迭罗汉似的 把大象挪起来了 接着 他又很聪明地指出 红面包树也是从小树苗 开始长大成树的呀 你说的对 可是为什么你要叫绵羊 去吃红面包树呢 他回答我说 哎呀 你怎么了 似乎这是一件 显而易见的事情 可我却费了很大的劲 才弄明白 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 其实小王子的星球 和其他的行星一样 上面长的草也有好有坏 一草结两种 杂草结坏种 要是单从种子看 是很难分辨的 他们在大地的怀抱里酣睡 一直睡到其中的一粒 一时高兴 从梦中醒来 他深深懒腰 羞答答地向着太阳 生出一片 娇嫩喜人的幼芽来 假如 他是一颗红萝卜 或者玫瑰花的嫩芽 可以让他自由自在地生长 如果他是一颗 有害植物的恶苗 一经辨别 就应该立即除掉 在小王子的星球上 还有一些可怕的种子 这就是红面包树 他使这个星球的土地 备受蹂躏 万一有一颗红面包树的幼苗 没能及时拔掉 它长起来后 就再也拔不掉了 它会遮天壁地 覆盖整个星球 盘根错节 把它星体穿透 假如这个行星特别像 而红面包树又出奇的多 它们能把这个星球 撑得四分五裂 这里有个规矩 小王子后来对我说 每天早晨 洗漱之后 应该仔细清理一下 自己的星球 红面包树的幼苗长得几乎 与玫瑰花的幼苗一模一样 一旦辨认出来 必须毫不留情地把它拔掉 这个工作做起来 很单调 又很容易 但必须长期监制下去才行 有一天 小王子给我建议下点功夫 画一张美丽的图画 好让我们地球上的孩子们 把它深深映入脑海 如果有一天 他们去旅行的话 他对我说 这对他们肯定有用 自己的事情 偶尔耽搁一下 是没有多大妨害的 但是 如果耽误了 红面包树的大事 那将是一场 不堪设想的灾难 我就知道 有那么一个星球 上面住着一个懒汉 他忽略了三棵小树 就 于是 我就根据 小王子的意思 把那个星球画了出来 我向来不喜欢 用道学家的口吻讯人 但是 由于很少有人知道 红面包树的危害 那个星球上的那个人 又误入歧途 出于一时疏忽 竟面临这样大的风险 这一回 我再也不能沉默了 我要说 孩子们 当心红面包树啊 我要提醒我的朋友们注意 他们长期以来 就面临着这种危险 但却和我一样 始终对他视而不见 为此 我才不惜付出巨大的劳动 来完整这张画 为了告诉人们这个教训 我这样做是值得的 也许你们会问 在这本书中 为什么其他插图 都没有这张红面包树 那样有气派呢 答案很简单 我也想画好别的画 但是没有成功 而我在画红面包树时 我是在一种激情的鼓舞下 画成的 啊 小王子 我就这样一点一点的知道了 你那充满忧伤的生活 长期以来 只有欣赏日落时那默默寒情的余晖 才是你唯一的乐趣 第四天早晨 我才了解到这个新的情况 当时你对我说 我很喜欢晚霞 我们一起去看日落 那他等一等 还等什么呀 等太阳落山啊 起初你显得十分惊讶 后来 你自己也禁不住笑了 于是你对我说 我总以为还在自己的星球上呢 本来嘛 大家都知道 当美国中午十二点时 在法国 正是太阳下山的时候 只要能在一分钟内赶到法国 就可以看到日落景色 可惜法国离得太远了 然而 在你那个小小的星球上 你只要提着椅子走几步 想什么时候看黄昏的景色 就能在什么时候看到 有一天 我一连看了四十三次日落 过了一会儿 你又说 你知道 当一个人心里感到十分忧伤的时候 他就愿看看太阳落山 你一连看了四十三次日落的那天 就是那么忧伤吗 可是 小王子却没有回答 第五天 还是多亏了那只绵羊 小王子生活的秘密被揭开了 好像是一个问题经过长时间的思考 有了结果那样 他突然开门见山的问我 要是绵羊吃灌木的话 那么 他也吃花吗 绵羊碰到什么吃什么 连带刺的花也吃吗 对 带刺的花也吃 你知道这么说 那些刺还有什么用呢 这我可不知道 当时我正忙得不可开交 想把一颗拧得特别紧的螺丝 从马达上卸下来 同时 我心里又非常着急 因为事故看来十分严重 我所带的饮水 眼看就要喝完了 我担心要出现不堪设想的后果 那些刺还有什么用呢 小王子提出个问题 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问不出个结果是不会罢休的 我这里 正被那个该死的螺丝急得团团转 就顺口回答说 那些刺什么用处也没有 这都是那些没良心的花闹的 哦 少庭片刻 他满腔怨恨的连声指责我说 我不相信你的花 花儿们天真烂麦又弱不禁风 他们尽量给自己壮胆 他们以为有了刺就能下退 我没吭声 心想 要是这个螺丝拧不下来 我就给他一锤子 把它敲下来 小王子又一次打断了我的思路 那你 你相信花 不不 我什么也不相信 我是顺口说的 我正忙着呢 我 我正忙着我的正经事呢 他目瞪口呆的望着我 正经事 他见我手里拿着锤子 手指上沾满了乌黑的油泥 身子扶在一个在他看来 奇丑无比的东西上 你也像大人们那样说话呀 这话使我感到羞愧 他毫不留情地继续说下去 你都搞错了 你把什么都混在一起了 他怒不可遏 金黄色的头发在风中飘动 告诉你说吧 在一个星球上 我认识一个红脸先生 他从来没有闻过花香 也从来没有看过星星 他压根就没有爱过任何人 除了运算加法外 他什么都没做过 他一天到晚像你那样 唠唠叨叨说个没完 我是个正经人 我是个严肃认真的人 他骄傲地把尾巴都撬到天上去了 这哪里是个人啊 这是一个蘑菇 一个什么 一个蘑菇 这时小王子气得脸色发白 千万年来 花梗上就长着刺儿 千万年来 绵羊照样把花吃掉 为什么花儿们辛辛苦苦长出来的刺 却毫无用处 难道想要弄清楚这一点 是不严肃的吗 难道绵羊和花儿们之间的斗争 是不重要的吗 难道这不比那个红脸先生的 加法运算更严肃更重要吗 比如说 我知道宇宙中有一株举世无双的花儿 除了在我的星球上 任何别的地方都没有 然而 突然一个早上 一只小小的绵羊 竟糊里糊涂的一口把它吞掉了 难道说 这还不严重吗 它的脸长得通红 又继续说下去 如果有个人喜欢一株花 它是千万颗星星上 绝无仅有的 当它仰望满天繁星时 会感到莫大的幸福 它会自言自语的说 我的花就在那儿的一个什么地方 但是 如果来了一只绵羊 把花吃掉了 对它来说就如同满天的繁星突然消失一样 难道 这还不严重吗 它再也不能说下去了 突然它失声痛哭起来 黑色的夜幕已经降临 我连忙放下手中的工具 什么锤子呀 螺钉呀 什么干渴和死亡呀 我统统都顾不上了 因为在一颗星星上 在一颗行星上 在我的地球上 有一个小王子需要安慰 我把它搂在怀里 抚摸着它 我对它说 你喜欢的那朵花没有危险 我给你的绵羊套上个嘴龙套 再给你的花儿画个玻璃罩 我 我笨嘴啄舌的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我不知怎样才能安慰它 不知怎样才能和它心心相通 很快我就弄清楚了这株花的来历 在小王子的星球上 一直生长着一些很普通的小花 它们只点缀着一层花瓣 它们既不沾地方 也不妨碍任何人 清晨 它们在草丛中竞相开放 傍晚 它们又自行凋谢 有一天 一粒不知从哪儿飞来的种子 突然发芽 破土而出 小王子密切注视着 这棵与中不同的幼芽 它也许是猴面包树的一个新品种吧 可是 小苗很快就停止生长 开始孕育花朵 眼看着它长出了一个硕大的花蕾 含苞玉芳 就要开出一朵奇异的鲜花来 但是那花却老躲在绿色的花苞里 不断地修饰它那秀烈的容貌 它为自己精心地挑选各种色彩 慢条斯理地穿衣裳 用它的花瓣一片一片地打扮起来 它不愿像婴肃花那样 穿着又皱又破的衣服来到人间 它只想一旦开放 就要让它那美丽动人的滋容 大放光彩 啊 是的 它是一朵非常爱美的花 它那令人神往的梳妆打扮 进行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啊 终于 在一个清早 恰好是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刻 它露出了自己的容貌 它打着哈线说 啊 我是刚刚醒来 请您原谅 这是小王子情不自禁地嘖嘖称赛 您是多么美丽啊 花儿温柔地回答 我是和太阳一起出生的 它是多么娇媚动人啊 我想 该是吃早饭的时间了吧 接着他又说 老年假 想着我点 小王子赶紧找来一把盛着清水的喷壶 给花销水 有一天 在谈到他那四根刺儿时 他对小王子说 很可能会有张牙舞爪的老虎跑来 我的星球上没有老虎 小王子不同意这种说法 再说 老虎也不吃草啊 我可不是草 花儿柔声地回答 对不起 我一点也不怕老虎 可是我讨厌那一股股过堂风 您有屏风吗 讨厌那一股股过堂风 对于花草来说 这可不是好征兆 小王子这时已经觉察出来 这株花可真难伺候 晚上 您把我照起来吧 您这太冷了 住在这儿可真够瘦的 我来到那个地方 话说到半截 他又咽下去了 他来的时候不过是一粒种子 他对别的世界一无所知 他为自己编造了谎话 而感到不好意思 就接二连三地咳嗽起来 那屏风呢 我刚要去找 您就跟我说话了 小王子是真心爱花的 但他把花的废话看得太忍 一天 小王子对我吐露了真情 永远也不要相信花儿们的话 只应该欣赏它们 闻它们散发出来的清香 我那朵花在这个星球上香气四溢 可是那时我并不知道 这是一种享受 他继续对我说 那时我什么都不懂 我本该根据他的行动 而不是根据他的言辞来评价他 他芳香扑鼻 沁人心疲 我万不该扔下他就跑了 小王子是趁着一次 猴鸟迁徙的机会出走的 临走的那天早晨 他把自己的星球收拾得井井有条 他仔细地把火火山口清理了一遍 他有两座火火山 让他们做早饭可方便了 他还有一座死火山 正像他常说的 谁能保证他今后不再爆发了呢 所以他照例把死火山口也通了一遍 如果把火山口通一通 他们就会缓缓地均匀地燃烧而不会爆发 不过他那里的火山爆发 也指向我们这里壁炉内燃烧着的火焰罢了 显然我们不可能去通地球上的火山口 我们的个子太小了 为此火山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的麻烦 小王子略敢怅然地拔去了最后几棵猴面包树幼苗 他想自己大概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那天早上他觉得干这些事格外亲切 但是当他最后一次给花浇水 并准备把它照起来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真想哭 用别了 他对花儿说 可是花儿却不理睬他 用别了 他又说了一遍 花儿咳嗽起来 过去我真傻 他终于对他说 请你原谅我吧 祝你幸福 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 这使小王子感到意外 他双手捧着玻璃罩 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 他没有理解他那沉静的柔情 说真的 我是爱你的 花儿说 由于我自己的过错 因而你没有完全了解我的心意 这也没有什么关系 可你呢 也跟我一样傻 祝你幸福 把罩子放到一边去吧 我再也用不着它了 可是风 夜里清爽的空气对我有好处 我是花儿呀 可是野兽们 如果我想和蝴蝶交朋友 我也应该惊得起两三只猫猫虫呀 听说蝴蝶美丽极了 那些大野兽嘛 我一点也不怕它们 我也有爪子呀 于是他天真的把那四根刺儿指给小王子看 随后又说 别再这么拖拖拉拉了 真叫人心烦 你已经打定主意要走 那就快走吧 他这样说 是因为他不愿叫小王子 看到他掉眼泪 他是一只多么骄傲的花儿呀 小王子来到325号 326号 327号 328号 329号 和330号小行星一带 为了找点事情做 缺点知识 他开始访问这些星球 第一个星球上住了一位国王 他身穿紫红色的貂皮长袍 高高的坐在非常简朴 而又极其威严的玉座上 啊 来了一个臣民 国王一看到小王子就高声喊道 小王子心想 他从来就没有见过我 怎么会认识我呢 他哪里知道 对于国王来说 世界是再简单不过了 天下所有的人都是他的臣民 走近点 让我好好看看你 国王对他说 他为多了一个臣民而神气十足 小王子环石四周 想找个地方坐下 可是 整个星球都被那件华丽的 貂皮长袍盖满了 小王子只好站着 由于路途劳顿 他不由得打起哈欠来 在国王面前打哈欠 这是礼仪所不许可的 这位君王对小王子说 我不准你打哈欠 我控制不住自己 小王子很难为情地回答 我走了很远的路 到现在还没睡觉呢 那好吧 国王对他说 我命令你打哈欠 这么多年了 我还没见过人打哈欠呢 对我来说 打哈欠也是件新鲜事 来吧 再打一个 这是圣旨 这可真吓死人了 我再也不能 小王子仗红着脸说 哼 哼 国王说 那么 我 我就命令你 一会打哈欠 一会不打 他嘴里不住地嘟囔着 看样子很恼火 因为国王认为 最重要的是他的权威 不允许有人 违抗他的命令 他是一个专制君主 但是由于他心地善良 他下的命令 倒也合乎情理 假如我命令 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 假如我命令一个将军 变成一只海鸟 而将军不遵从我的命令 这也许不是将军的果错 而是我错了 我可以坐下吗 小王子怯声声地问道 我命令你坐下 国王回答说 同时威严的啦啦啦 貂皮长袍的下摆 小王子很惊讶 这个星球小得不能再小了 国王还有什么好统治的呢 陛下 他对国王说 请原谅 让我向您提个问题 我命令你向我提问题 国王急忙道 陛下 您统治这些什么呀 统治这一切 国王非常简单地回答 统治这一切 国王随便指了指他的星球 其他的星球 以及满天的星星 统治这一切 小王子反问道 统治这一切 国王回答 这么说他不但是一个国王 而且还是一个宇宙之王 那满天的星星都归您管啊 那当然 国王对他说 我一声令下 诸心从命 倘有为抗 绝不容情 如此这般的权力 真是小王子敬佩 要是他自己也有这么大的权力 就再也不必老提这个椅子 一天之内只能看到44次日落 而将是72次 甚至是100次或200次了 由于他想起被他抛弃的那个小星星 不免有点伤感 于是他鼓起勇气 请求国王 我想看一次日落 请您让我高兴高兴吧 请您命令太阳落下去 如果我命令一位将军 像蝴蝶一样 从这朵花飞到那朵花 或者叫它变成一只海鸟 要是这位将军拒不执行命令 你说说 是他错了 还是我错了 当然是您错了 小方子斩钉戒铁的回答 完全正确 只能要求每个人 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 国王继续说道 权威首先是建立在理智基础上的 假如你命令你的百姓去投海资金 他们就会起来革命 我有权要求他们服从 因为我的命令是通情达理的 那么我看日落的事呢 小方子又回到原来的话题上来 只要他提出一个问题 得不到答复是不会罢休的 你要看日落吗 会看到的 我就要命令他下山了 不过根据我的治国方针 我要等到时机成熟 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小方子问 嗯 嗯 国王先翻阅一本厚厚的大日历 随后说 嗯 这将在在 这将在今天晚上 七点四十分 你到时候就会看到 星球们对我都是唯命是从的 小王子又打了个哈欠 因为看不到日落 他感到很扫兴 也觉得有点无聊 我在这儿没事可做了 他对国王说 我要走了 别走 有人来做他的臣民 他是那么得意 别走 我封你做我的大臣 什么大臣呀 司法大臣 可是没有人需要审判啊 不见得吧 国王对他说 我还没有巡视过我的国土 我太老了 走不动了 而这里连停放一辆马车的地方都没有 哦 我已经看到了 小王子探着身子 向星球的另一边看了一眼 说 那边也没有人呀 那么你就自己来评判自己吧 国王回答他说 这是最难的了 自己评判自己 比评判别人困难多了 如果你能做到有自知之明 那你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圣人了 我呀 小王子说 我在哪都能自己审判自己 何必在您这儿呢 五五 国王说 我想起来了 在我星球上的一个什么地方 有一只很大的大老鼠 夜里我经常听到他出来活动 你可以去审判这只老鼠 你可以不时的宣判他死刑 他的性命将由你住宰 但为了留他一条火命 每次判刑之后 你可得赦免他 因为这儿只有这么一只老鼠了 我 小王子回答说 我才不喜欢 宣判什么死刑呢 我认为我该走了 不行 国王说 小王子还是做好了走的准备 可是 他不愿意让这位年迈的国王难过 就说 如果陛下希望 人们对您为命是从的话 那么 您可以给我下一道合情合理的命令 比方说 可以在我走的前一分钟 下令叫我离开 我觉得条件成熟了 国王默不作声 小王子犹豫片刻 接着 叹了一口气 就出发了 我封你做我的使臣 国王连忙喊道 他摆出一幅威风凛凛的神坛 大人们可真怪 一路上 小王子心里一直这么想 第二颗星球上 住着一个自吹自擂 爱好虚荣的人 啊 啊 一个崇拜我的人 登门拜访来了 这个虚荣迷老远看到小王子就叫喊起来 因为在一切虚荣迷的眼里 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崇拜者 您好 小王子说 您的帽子可真滑稽 这是用来向人们致意的 虚荣迷回答说 当人们向我喝彩时 我好举起帽子还礼 可惜一直没有人到这来 真的吗 小王子莫名其妙地问 拍手啊 用这一只手去拍另一只手 虚荣迷要小王子鼓掌 小王子的两只手拍打起来 虚荣迷谦逊地脱帽致意 这比拜访国王好玩多了 小王子心想 于是 他再一次拍起手来 虚荣迷再次举起帽子还礼 练习了五分钟之后 小王子就对着枯燥单调的游戏 不感兴趣了 告诉我 要你把帽子放下 小王子问 该怎么办 可是虚荣迷根本听不见他说的话 除了赞美和颂养 虚荣迷从来听不见别的话 你是不是真的非常崇拜我呀 他问小王子 崇拜是什么意思呀 崇拜吗 就是承认我是这个星球上 最英俊 最华丽 最富有 最聪明的人 可是 你的星球上只有你一个人呢 请你成人之美 还是崇拜我吧 我崇拜你 小王子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说 可是 这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 于是小王子又离开了 大人们的的确确够怪的 一路上 小王子心里总是这么想 第三颗星球上住了一个酒鬼 你在这干什么呢 小王子问那个酒鬼 只见空的和满的酒瓶堆积如山 他默默地坐在那里 我在喝酒 酒鬼回答 说话时他脸上露出七处的神色 你为什么要喝酒啊 为了忘掉一切 酒鬼答道 忘掉什么呀 小王子对他深表同情 忘掉耻辱 酒鬼低头承认 什么耻辱啊 小王子追问道 他很想助他一臂之力 喝酒的耻辱 说完 他就再也不作声了 这次短暂的访问 是小王子陷入无限的伤感之中 他困惑不解地离开了 这些大人们的的确确是太古怪了 一路上 小王子只有这个想法 第四颗是个商人的星球 这个人可真够忙的 小王子来到时 他甚至连头都顾不得抬一抬 您好 小王子对他说 您的香烟灭了 三加二得五 七五得十二 十二加三等于十五 你好 十五加七二十二 二十二加六二十八 我每功夫点厌 二十六加五三十一 哦呦 总共是五一零一百六十二万二千七百三十一 五一个什么呀 啊 你还在这儿 五一零一百万 我也不清楚 我的工作多急了 我是非常严肃认真的 我 我没功夫跟你说废话 二加五等于七 五一零一百万个什么呀 小王子又问道 他生来就是这样 非打破砂锅问到底不可 商人这才抬起头来 我在这个星球上已经住了五十四年了 五十四年来 我只被打搅过三次 第一次是在二十二年前 天知道从哪掉下来一只金龟子 发出害人的巨响 害得我在一次加法运算中出了四个错 第二次发生在十一年前 那是因为我的关节炎发作 我缺乏锻炼 可我哪有时间去闲逛呀 我是严肃认真的 第三次嘛 就是现在 我刚才说 五一零一百万 一百万个什么呀 商人明白了 不回答小王子 他就休想得到安静 一百万个有时能在天空中看得见的小东西 是苍蝇吗 不是 是一些闪闪发光的小东西 是蜜蜂了 也不是 是一些使懒汉们响入飞飞的金黄色的小东西 但我是个严肃认真的人 我可没有时间胡思乱想 啊 是不是星星 正是星星 那么 你把这五一颗星星做什么用呢 是五一零一百六十二万二千七百三十一颗 我是个严肃认真的人 我讲究准确 你把这么多星星做什么用呢 我把他们做什么用 对呀 什么也不做 我占有他们 你占有星星 是啊 我曾经见过一个国王 他 国王不占有 他们只统治 这是决然不同的两码事 你要这么多星星有什么用呢 可以是我发财之父啊 发财之父又有什么用呢 如果有人发现了星星 我就把他们买下来 小王子心中爱想 这个人呢 说起话来 这有点像那个酒鬼 尽管这样 他还是向他提了一些问题 怎么样才能占有星星呢 你说他们属于谁的 商人不耐烦的反问道 我不知道 不属于任何人 那好了 星星是属于我的 因为我第一个有这种想法 这就是理由吗 当然了 当你捡到一颗不属于任何人的钻石 那它就是你的 当你发现一个无主的海盗 它也是你的 当你第一个有了某种创建 你就申请发明专利证 它是属于你的 而我占有星星 就是因为在我之前 从来没有人想到占有他们 这倒是真的 小王子说 那你用他们做什么呢 我管理他们 我统计他们的数目 反反复复的计算 商人说 难哪 不过 我是个严肃认真的人 小王子对这样的回答并不满意 要是我有一条围巾 我把它围在脖子上 要是我有一朵花 我把它摘下来戴上 可是 你不能去摘星星呀 是不能 但是我可以把它们存在银行里呀 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说 我把星星的数目写在一张小纸片上 然后 就把它锁在抽屉里 这就行了吗 这就行了 真有意思 小王子心想 可就是不太严肃 在重大的事情上 小王子与大人们的想法截然不同 我呢 小王子说 我有一朵花 我每天给它浇水 我还有三座火山 每个星期 我清理一遍火山口 就是那座死火山 每次也要通一通 谁能保证它不爆发呢 我占有他们 这对火山口和花儿都有好处 可是 你对星星有什么好处呢 那商人被问的张口结舌 无言以对 于是 小王子又离开了 这些大人简直古怪的出奇 一路上 小王子总这么想 第五颗星球非常奇特 它是这些星球中最小的一颗 小的只能安装一盏路灯 住一个点灯的人 小王子怎么也想不通 在天上的这么一个角落里 在一个既无房屋 又无人烟的小星球上 要一盏路灯和一个点灯人 到底有什么用呢 他又不仅暗自思量 这人很可能是个糊涂虫 但是和国王 虚荣迷 商人 以及那个酒鬼比起来 他还不那么愚蠢 至少 他的工作还有点意义 当他把路灯点着 天上就好像多了一颗星星 或者就好像开了一朵花 他把路灯熄灭后 又好像花儿进入了梦乡 星星闭上了眼睛 这是一件很有趣的工作 既然有趣 就一定有意义 小王子登上了这个星球 恭恭敬敬地和点灯人打招呼 你好 刚才你为什么把路灯熄灭呀 这是赵章办事 点灯人回答 早安 什么叫赵章办事呀 就是把路灯熄掉 晚安 说完 他又把路灯点着了 那你为什么又把路灯点着了呢 这是赵章办事呀 点灯人回答 我不明白 小王子说 这里没有什么明白不明白的 点灯人说 赵章办事就是赵章办事呗 早安 说完 他又把路灯熄灭了 这时他掏出一块红方阁手帕 擦掉额头上的汗珠 干我这一行真够瘦的 从前还说得过去 早晨我把路灯熄灭 晚上我再把它点着 白天有休息的空 夜里有睡觉的时间 你是说 从那以后 归章变了吗 归章倒没变 点灯人说 倒霉就倒在这里 这个星球一年比一年转的快 而归章却始终没有变 那么现在呢 小王子问 现在他一分钟就转一圈 我连一分钟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每分钟内就得点一次 吸一次 这可真稀奇 你这里一天 只有一分钟长啊 这一点也不稀奇 点灯人说 我们俩说话的这会儿 已经过了一个月了 一个月了 对呀 三十分钟就是三十天 一个月晚安 他随即又把路灯点着了 小王子望着他 打心眼里喜欢这个 如此忠于职守的人 他不由得想起自己 提着椅子 追着太阳看日落的往事 他很想帮帮他的朋友 您可知道 我有个办法 能叫你想什么时候休息 就什么时候休息 我一直也是这么想的 点灯人说 看来 这人可能既是个忠于职守的人 同时又是个懒汉 你的星球这么小 三步就能绕一圈 你只要慢慢的走 就总能面向太阳 你什么时候想休息 你就什么时候走动 这样 你想叫白天有多长 它就有多长 这也帮不了我多大忙 点灯人说 我最喜欢的就是睡觉 这可不走运 小王子说 对 是不走运 点灯人说 早安 这时 他又把路灯熄灭了 这个点灯人 当小王子继续向前赶路时 自言自语道 这个人呢 可能别人看不起他 国王 虚荣迷 酒鬼和商人 可能都不把他放在眼里 但在我看来 他是唯一不显得荒唐可笑的人 这也许是因为他所关心的 不是他自己 而是别的什么事情 小王子很惋惜的叹了一口气 心中还在想 只有这个人才有可能成为我的朋友 但是 他的星球实在是太小了 小的连两个人都住不下 有一点小王子没敢承认 这就是他十分留恋 这可是他满意的星球 尤其是每24个小时内 就能观看1440次日落的景色 第六颗星球比第五颗大十倍 上面住着一位老先生 他正在写长篇著作 瞧啊 来了一个探险家 他一看到小王子就喊了起来 小王子坐在桌子上 稍微喘了口气 他这段旅程可不尽啊 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呀 老先生问他 这大后本子是什么书啊 小王子问道 您在这干什么呢 我是地理学家 老先生说 地理学家是干什么的呀 地理学家是个学者 他知道海洋 河流 城镇 山脉和沙漠在什么地方 这倒挺有意思 小王子说 这才是真正的职业 他站在老地理学家的星球上 环顾四周 他至今还不曾见过如此壮丽的星球呢 您的星球可真美呀 这有海洋吗 这我可不知道 地理学家说 哦 小王子有点失望 那么有山脉吗 这我怎么能知道呢 地理学家又说 那么城镇呢 河流呢 沙漠呢 这些我更是无从之道 地理学家还是那样说 肯定是地理学家呀 一点也不错 地理学家说 可我不是探险家 我缺少的恰恰是探险家 地理学家是不跑出去 统计有多少城市 河流 山脉 海洋和沙漠的 这不是地理学家的事 地理学家身负重任 哪有功夫悠哉悠哉的去闲逛 他不离开自己的办公室 而是在办公室里接待探险家们 向他们提出问题 然后 把他们记得的东西记录下来 如果地理学家 对其中某个探险家 发现的东西感兴趣的话 他就派人去调查一下 这个探险家的品德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说谎的探险家 会给地理学家的著作 带来灾难 同样 一个喝得鸣顶大醉的探险家 也会如此 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罪汉眼里 什么东西都是成双成对的 于是 地理学家会将记录下来 两座山 而实际上 那里只有一座 我认识一个人 小王子说 他大概是一个很别角的探险家 这很可能 所以嘛 即使探险家的品德是好的 还得对他的发现 做一番调查 要亲自去看一看吗 那倒不必 这样太费事 只要求探险家提供证据 比方说 他发现了一座大山 那就要求他带回一些大块石头来 地理学家突然激动起来 就说你吧 你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你就是个探险家 你来给我描述一下你那个星球吧 说话间 地理学家打开了记录本 蓄好了铅笔 他总是先用铅笔记录下探险家们的谈话 等到探险家提供了证据后 再用墨水笔记录下来 你说呀 地理学家问道 哦 我那儿 小王子说 我那儿没多大意思 又特别小 我有三座火山 两座活火山 还有一座死火山 谁也说不准 它今后会不会爆发 谁也说不准 我还有一株花 我们不记录什么花呀草的 地理学家说 那是为什么呀 这花美丽极了 因为花草是转瞬即逝的东西 转瞬即逝是什么意思 地理学著作 地理学家说 是群书之中最珍贵的书籍 它永远不会过世 火山搬家 古今罕见 大海干涸 时尚未闻 我们只记载永恒不变的东西 可是 死火山也会复活的呀 小王子问道 转瞬即逝是什么意思 不管是死火山 还是火火山 对我们来说都是一回事 地理学家说 重要的一点 它是山 山是不会变的 可是 什么叫转瞬即逝呢 小王子又一次追问 他生来就好跑根问地 不问出个究竟来是不肯罢休的 意思就是 受到眨眼间就要消亡的威胁 我的花 受到眨眼间就要消亡的威胁吗 那当然了 我的花的生命也是转瞬即逝 小王子自言自语地说 面对着这么大一个世界 他只有四根刺来进行自卫呀 而他却被我抛下 固灵灵地留在家里 这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件汉事 然而 他又重新鼓起勇气问道 您能告诉我应该去看些什么吗 去看看地球吧 地理学家回答他 他的名声很好 小王子心中想着他的花离开了 第七颗星球就是地球 地球可不是个普普通通的星球 据统计 那儿有111个国王 7000个地理学家 90万个商人 750万个酒鬼 3亿1100万个虚荣迷 也就是说 大约有20亿大人 为时你们对地球的大小有个概念 我可以告诉你们 在发明电灯之前 六大洲总共要有 46万2511个点灯人 这真是一支名副其实的大军 从远处望去 好一个壮烈辉煌的场面 这支大军的行动 有如歌剧院里 巴雷舞演员的动作 和思优美 思思入寇 首先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点灯人登场 他们把路灯点燃之后 就回去睡觉 于是 轮到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点灯人 翩翩起舞 穿场而过 随后轮到俄罗斯和印度的点灯人上场 非洲和欧洲的点灯人也紧紧相随 当南北美洲的点灯人上台表演的时候 一出舞剧已接近尾声 他们出场的次序总是有条不紊 毫无差错 真是有声有色 气势磅礴 唯独北极和南极总共只有两个点灯人 他们过着悠闲自得的生活 一年之内 他们只工作两次 就算交差了 卖弄小聪明的人 往往要说点假话 当我跟你们谈到点灯人的时候 我就不那么诚实 险些使那些不了解我们地球的人 产生错觉 人类在地球上只占据很小一块地方 如果生活在地球上的20亿人都站着 像开群众大会那样稍微挤紧一点 就能宽宽戳戳的在一个20英里见方的广场上住下 甚至于可以把全人类堆在太平洋里的一个最小的岛屿上 那些大人当然不会相信你们的咯 他们妄想占据许多许多的地盘 一个个像猴面包树那样自以为了不起 建议他们去做计算题倒挺合适 他们对树木字简直是着了迷 树木字能使他们孝珠眼开 但是你们千万不要在这种无聊的事情上浪费时间 因为这是徒劳无益的 在这点上你们尽管相信我好了 小王子来到地球上看不见一个人影 感到很惊奇 要不是看到有一个月白色的圆环在沙地上蠕动的话 他真担心是搞错了星球 晚安 小王子怀着碰碰运气的心情说 晚安 蛇说 我这是落在哪个星球上了 小王子问道 地球上呀 在非洲 蛇回答说 啊 地球上怎么连个人影都不见呀 这是沙漠 沙漠里怎么会有人 地球大的呢 蛇说 小王子坐在一块石头上 抬头仰望天空 我寻思 小王子说 满天的星星都在闪闪发光 是不是为了让大家有一天 能找到自己的那颗星球 瞧我的那颗星星 它正好在我们的头顶上 可是 它离我们多么远啊 你的星星真好看 蛇说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我跟一朵花闹别扭了 小王子说 哦 蛇说 于是 他们就都默不作声了 人都在什么地方呢 还是小王子先开口 在沙漠里真有点孤单 跟人在一起也照样会孤单的 蛇说 小王子久久地凝视着他 你真是个怪物 小王子对他说 戏得像个手指头 可我比国王的手指头 要厉害得多呢 蛇说 小王子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看 你没那么厉害 你连脚都没有 恐怕连路都不会走吧 我能把你带到 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比大轮船走得还要远 蛇说 他缠绕在小王子的脚踝骨上 像只金镯子 凡是我接触到的人 黄土地里生长出来的 我送他回到黄土地里去 但你是纯洁的 再说 你又来自另一个星球 小王子什么也没有回答 你真叫人可怜 在这个花岗岩的地球上 你是那么的脆弱 如果有一天 你非常想念你的星球时 我能来帮助你 我可以 哦 我明白了 小王子说 但是 为什么你说的话 都像谜语那样隐晦呢 可我把一切谜底都说破了 蛇说 于是 他们又都沉默不语了 小王子穿行在沙漠中 仅仅只遇到了一株花 一株只有三个花瓣的 很不起眼的花 你好 小王子说 你好 花儿说 人都到什么地方去了呀 小王子很有礼貌地问道 花儿曾在某一天 看见一个商队经过 于是他说 人吗 是有的 好像有那么六七个人 前几年 我看见他们经过 可是 谁也说不准 能在哪儿找到他们 他们到处漂泊 因为他们没有根 这使他们很不方便 再见 小王子说 再见 花儿说 小王子攀登上一座高山 在这之前 他所见到的山 只有那三座高不过西的火山 那座死火山 他还经常用来当凳子做呢 在这么高的山顶上 小王子这样想 我能一眼望遍整个地球 看到所有的人 但是 除了临巡的怪石 突兀的山峰之外 他一无所见 你好 他随便喊了一声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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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他的是回声 你们是谁呀 小王子问道 你们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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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他的是回声 做我的朋友吧 我很孤单 他说 我很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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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他的还是回声 多么奇怪的星球啊 小王子心中暗想到 他一片干旱 满眼都是突兀的怪石 还弥漫着咸味 而这里的人们 又都缺乏想象力 只会人云亦云 在我那儿 有一朵花 说起话来 总是他第一个先开口 小王子走啊走啊 穿沙漠 翻山岩 过雪地 经过了长途跋涉 终于发现了一条大路 这里条条大路 都是通向人们居住的地方 你好 小王子说 这是一个长满玫瑰花的花园 你好 满园的玫瑰 齐声打道 小王子看着他们 发现每一朵都像他自己的那朵花 你们是谁呀 小王子惊讶地问他们 我们是玫瑰花呀 玫瑰花们一口同声地回答 哦 小王子说道 这时 他觉得自己很不幸 他那朵花曾经对他说过 它是世上独一无二的一朵花 而眼下 只是在一个花园里 就有五千朵和他一模一样的花 要是他看到这些 小王子心想 他将会羞得无地自容了 他会没完没了地咳嗽 来逃避别人的耻笑 接着他又想 我自以为很富有 拥有一朵局势无双的名花 现在看来 我只有一朵普通的玫瑰花 想到此 他一头扑到草地上 哭了 这时来了一只狐狸 你好 狐狸说 你好 小王子彬彬有礼地回答 顺着忙转过身来 可是 什么也没看到 我在这儿 那个声音说 在苹果树下 你是谁呀 小王子说 你真漂亮啊 我是狐狸 狐狸说 快来跟我玩玩吧 小王子向他建议说 我可不能跟你一起玩 狐狸说 我还不是你训养的呢 啊 对不起 小王子说 他想了一想又问道 什么叫训养啊 看来你不是本地人 狐狸说 你在找什么呢 我在找人 小王子说 训养是什么意思 人嘛 狐狸说 他们有枪 还经常打猎 这最讨厌了 他们还养鸡呢 这可是他们唯一关心的事情 你也找鸡吗 不找 小王子说 我找朋友 训养是怎么回事啊 这事儿 好多人都把它忘了 狐狸说 他的意思就是建立某种联系 建立联系 就是啊 狐狸说 对我来说 你和成千上万的小男孩 一模一样 所以 我不需要你 你呢 也不需要我 对你来说 我和成千上万的狐狸 毫无差别 但是 如果你训养了我 那我们就有了不解之缘 在这世界上 我只有你 你只有我 我明白点了 小王子说 我有一朵花 我认为 它驯服了我 这倒是有可能 狐狸说 在这个地球上 可以说是无奇不有 哎 不是在地球上 小王子说 狐狸露出惊奇的神色 你是说 在别的星球上 是啊 在那个星球上 有猎人吗 没有 这 这可真有意思 那么有老母鸡吗 也没有 任何事物 都不会是十全是美的呀 狐狸叹了一口气说 然后狐狸又回到原先的话题上来 我的生活单调无聊 我逮鸡 人逮我 所有的鸡都是一个模样 所有的人都是一个长相 我真有点腻背了 可是如果你训养我 我的生活将会充满光明 我将能听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脚步声 听到其他脚步声时 我就钻到地下去 你的脚步声像音乐一样 能把我从地下召唤出来 你瞧 你看见那边那块麦田了吗 我从来不吃面包 所以小麦对我毫无用处 麦田也不会使我产生任何联想 这是很可悲的呀 但是 你有一头金黄色的头发 当你驯服了我 那将会是多么美好啊 金黄色的小麦 将使我想起你来 于是 就连那滚动在麦浪里的风声 我也会爱听了的 狐狸说到这儿就不作声了 他久久地注视着小王子 请你 请你驯养我吧 他说 我很想这样做 小王子回答 但是 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我得去寻找朋友 还有很多事物 有待我去认识 只有被人们驯服了的事物 才能为人们所认识 狐狸说 人们再也没有时间 去认识别的什么事物了 他们在商人那里 购买制成品 但是 由于在商人那里 购买不到朋友 所以 人们也就没有朋友了 要是你想找个朋友 那就训养我吧 那 应该怎么办呢 小王子说 一定要很有耐心 狐狸回答 就像现在这样 你先离我远一点 坐在草地上 我用眼角瞅着你 你呢 什么话也别说 言语是产生误会的根源 但是 你每天可以离我更近一点 第二天 小王子又来了 你最好在同一个时间来 狐狸说 比方说 你下午四点钟来 我从三点就开始感到高兴了 越是接近预定的时间 我心里就越觉得痛快 到了四点 我就激动的坐立不安了 我将发现幸福是有代价的 但是 如果你来的时间没个准 我就总也不知道 该在什么时候做好精神准备 这需要养成习惯 什么叫习惯呢 小王子说 这也是件早被人们忘去了的事情了 狐狸说 所谓习惯 就是使这一天与其他日子有区别 使这个小时与其他的时间不相同 打个比方说吧 我这里的那些个猎人 就有个习惯 每逢星期四 他们就和村里的姑娘们一起去跳舞 那么 星期四就成了我的好日子 我就去散散步 一直可以走到葡萄园那边 如果猎人们随便哪一天都可能去跳舞 那就分不出个初一十五 我也就别想有个休息的日子了 就这样 小王子训养了狐狸 眼看分手的日子就要到了 啊 我要哭了 狐狸说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小王子说 我一点也不想使你难过 当初是你要我训养你的呀 你说的对 狐狸说 可是你要哭了 小王子说 这我承认 狐狸说 那你从中什么也没有得到吧 我还是得到了 狐狸说 我还有麦子的颜色 狐狸又接着说道 再去看看那些玫瑰花吧 你将会明白 你那一朵花是天下独一无二的了 然后 你再回来跟我告别 我将把心中的秘密告诉你 作为我送给你的礼物 于是小王子就跑去看那些玫瑰花 你们和我的那朵玫瑰花一点也不像 你们还什么都不是呢 小王子对他们说 没有人训养过你们 你们也没有驯服过任何人 你们就像我从前的那只狐狸 它过去跟成千上万只狐狸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后来 它成了我的朋友 就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狐狸了 玫瑰花们感到很难为情 你们很美丽 但是很空虚 小王子又说 人们不会为你们去死 当然了 至于我的那朵玫瑰花 普通的过路人会以为 它与你们毫无差别 但是 就单单它一朵花 也比你们所有的花 还要名贵得多呢 因为是我亲手给它浇水 是我给它安放玻璃罩 是我给它挡上屏风 是我给它捉拿毛毛虫 是我倾听它中速愁苦 或者自夸自赞 甚至默默无言 因为它是我的玫瑰花 说完 它就回到狐狸这儿来了 再见了 它说 再见 狐狸说 这就是我的秘密 说起来也很简单 只有心灵才能洞察一切 肉眼是看不见事物本质的 肉眼是看不见事物的本质 为了牢牢记住这句话 小王子重复了一遍 你为你的玫瑰花花费了时光 才使它变得如此名贵 我为我的玫瑰花花费了时光 为了牢牢记在心里 小王子又重复了一遍 人们已经忘记了这个真理 狐狸说 但是你不应该忘记 对你所信仰的东西 你要永远负责 你对你的玫瑰花负有责任 我对我的玫瑰花负有责任 为了牢牢记住这句话 小王子又重复了一遍 你好 小王子说 你好 半道工说 你在这干什么呀 小王子问 我在成千成千的运送旅客 半道工说 我把运载旅客的火车发往各地 时而向东 时而向西 说话间 一列灯火辉煌的特别快车 雷鸣般的吼叫着开过去了 震的半道房摇摇晃晃 他们好匆忙啊 小王子说 他们急着去干什么 连火车司机自己也不知道 半道工说 这时 第二列灯火通明的特别快车 轰轰隆隆地向着相反的方向 急驰而去 他们又回来了 小王子问 这不是刚才那批旅客 半道工说 这是对开的火车 他们不满意 他们那个地方吗 人们对自己所在的那个地方 是永远也不会满意的 半道工说 第三列灯火明亮的特别快车 又风驰电车般的呼啸而去 他们是去追赶第一批旅客吧 小王子问 他们什么也不追赶 半道工说 他们在车厢里睡大觉 或者打哈欠 只有孩子们把鼻子贴在车窗上 向外张望 也只有孩子们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小王子说 为了一个迫不投作的娃娃 他们可以花上好多时间 这样 布娃娃就变得比什么都重要了 要是有人把他拿走了 他们就会大哭 他们真有福气 半道工说 你好 小王子说 你好 商人说 这是一个卖精致之可玩的商人 每个星期吃一碗就不需要喝水了 你为什么要卖这种东西 小王子问 可以大大的节省时间 商人说 专家们计算过 每星期可节约时间53分钟 那么用这53分钟去干什么呢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随便 我呀 小王子自言自语道 如果我有53分钟可支配的话 我就慢慢悠悠地走到水池边去了 我的飞机在沙漠里发生故障 已经是第八天了 我听完他讲商人的故事时 正好喝光了最后一滴水 啊 我对小王子说 你的回忆真有意思 可我的飞机还没修好 水也喝完了 如果我也能够慢悠悠地向一池泉水走去 我也会感到高兴的 我的朋友狐狸 他对我说 我的小家伙 不要再提狐狸了 为什么 咱们快要渴死了 他没弄懂我的意思 回答我说 即使快要死了 有个朋友也好啊 就说我吧 我有个狐狸朋友 我就非常满意 他是估计不到这种危险的 我心里想 反正他从来没有尝到过饥饿和干渴的味道 只要有点阳光就足够了 他望着我 像猜透了我的心思似的回答 我也渴了 我们去找口井吧 我做了个不耐烦的动作 在这无边无际的大沙漠里 漫无目标地去寻找水井 简直是异想天开 尽管这样 我们还是上路了 我们默默地走了几个小时 不觉夜幕降临 星星开始眨着眼睛 由于渴的缘故 我有些发烧 望着满天的星斗 犹如在梦中 小王子说的那些话 不断地在我脑海里迎回 你也觉得渴了 想喝水啊 我问他 他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话 只简单地对我说 水也是可以滋润心甜的呀 我没听懂他的话 但是我再也没说什么 我心里很清楚 不应该再问他了 他累了 就坐在地上 我也挨着他坐下来 在沉默了片刻之后 他又对我说道 星星是美丽的 原因是有一朵 人们看不到的花 我说了句 当然了 然后望着月光下的 层层沙浪 再也没说什么 沙漠多美呀 他又补充了一句 这是千真万确的 我向来就喜欢沙漠 当你坐在沙丘上 举目四望 一无所见 侧耳细听 又寂静无声 但是 在这一片幽静之中 却有个什么东西 在闪闪发光 是沙漠变得这样美丽的 小王子说 是他在什么地方 隐藏的一口水井 令人惊讶的是 我突然明白过来 为什么沙地上 有那种神秘的闪光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住在一座古老的房子里 传说 在这房子里 埋藏着一件宝贝 当然了 谁也不曾发现过它 甚至谁也没有去寻找过它 但是 那宝物却使这房子 具有魅力 我的房子 就把这个秘密 深深地埋藏起来 说得对呀 我对小王子说 不论是房子 是星星还是沙漠 是他们光彩夺目的东西 是用肉眼看不到的 你也同意我那狐狸的看法 他说 真叫我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这时小王子睡着了 我就把他抱在怀里 重新上路 我心情激动 好像抱着一个娇嫩的宝贝 甚至 我觉得地球上 再也没有什么 比他更娇嫩了 月光下 只见他额头苍白 双目紧闭 屡屡金发 迎风飘动 我心想 这儿我所看到的 仅仅是他的外貌 那最重要的东西 用肉眼是看不到的 只见他双唇微开 嘴角挂着一丝微笑 我自言自语道 这个正在酣睡的小王子 感人至深之处 是他对一朵花的忠贞补语 这朵玫瑰花的形象 有如一盏明灯的火焰 在他心中发光 甚至映照着他进入梦乡 于是我猜想 他可能会比以前更为娇嫩 我必须好好保护那灯火 不然 一阵风会把它吹灭的 于是就这样走呀走呀 在红日月初地平线时 我终于找到了一口井 那些人啊 小王子说 他们乘上特别快车 但是 他们却不知道要去干什么 因此他们心神不安 急得团团乱转 接着他又说 这真没必要 我们遇到的这口井 不像是撒哈拉大沙漠里的水井 撒哈拉大沙漠里的水井 是挖在沙地上的一些很简陋的水坑 这口井倒像是一般农村里的水井 但是 这里连个村庄的影子也没有啊 我总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这可真奇怪 我对小王子说 井上样样俱全 露露 水桶 还有井绳 他笑着 抓起井绳就摇起露露来 于是 露露发出支鸭声 像一只老风向标 长期沉睡后 重新转动时在深夜一样 你听 小王子说 我们唤醒了这口井 他在唱歌呢 我不愿叫他劳累 让我来吧 我对他说 你干这活太重了 我慢慢把水桶摇到井台上 把他放稳 露露的歌声仍然在我身边回响 通红的太阳 在微微颤动的水面上跳跃 我多么想喝这水呀 小王子说 给我喝点吧 这时我才明白 他要寻找的是什么了 我把水桶端起 举到他的唇边 他闭着眼睛 一口一口地喝起来 这好像欢度佳节那样甜美 这水绝不同于一般的食物 它是经过星光下 长途跋涉才找到的 是伴随着露露的歌声 用我双臂的力量才提上来的 这甘甜的水 像一件礼物使人欢快 我童年时候 圣诞树上的灯光 半夜弥撒的乐曲 温柔深情的微笑 都是我收到的 令人欢快的圣诞礼物 你那里的人们 小王子说 可以在一个花园里 栽种五千株玫瑰花 但却找不到 他们自己想要寻找的东西 他们是找不到 我回答 然而 他们要找的东西 很可能就在一株玫瑰花上 或者一点水中 你说的对 我回答道 小王子这时又补充了一句 但这是肉眼看不见的 应当用心灵去找才行 我喝足了水 深深的出了一口气 太阳冉冉升起 黄沙呈现出如蜜一般的颜色 这蜜一般的颜色格外喜人 我何必自寻烦恼呢 一刻的遵守诺言呀 小王子和颜悦色地对我说 他又重新坐在我身边 什么诺言 你不会忘记的 给我的绵羊画一个嘴龙套 我要对那朵花负责呀 我把那些稿纸 从口袋里掏出来 小王子一见就笑着说 你画的红面包树 真有点像卷心菜 哦 我为这几棵红面包树 感到那么自豪 你瞧啊 你画的狐狸 它的耳朵有点像鸡脚 它们太长了 它说着就又笑了起来 小家伙 你错了 除了完整的和剖开的蟒蛇之外 我什么也不会画呀 哦 这就很不错了 它说 孩子们会看得懂的 于是我就用铅笔 画了一个嘴龙套 当我把画交给他时 心里真难过 我真不知道你还有什么打算 他却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只是说 你知道 我落在地球上 明天就是一周年了 沉默了一会儿 他才继续说 当时我就落在离这不远的地方 只见他的脸红了 不知为什么 一种难以形容的忧伤 又洗上我心头 我立即想到一个问题 八天前 我认识你的那个早晨 你独自一人 在这远离人烟的大沙漠里 游来逛去 那么说 这不是偶然的了 你是不是回到了 你下落的地方来了 小王子的脸又红了 我犹犹豫豫地追问了他一句 也许 因为是一周年了就 小王子的脸更红了 可是 他就是不回答我的问话 当他脸红的时候 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对呢 啊 我对他说 我怕 他却对我说 现在 你应该回去工作了 回到你的飞机那里去吧 明天晚上你再来 我在这儿等你 可是我很不放心 我不由得想起狐狸来了 要是你被人驯服了 你就很可能会掉几滴眼泪 水井边有一堵救石墙的残垣断壁 第二天晚上 我干完活回来 远远望见我的小王子 正垂着两腿坐在墙头上 这时 我听见他说 你怎么想不起来了 他说道 根本就不是这儿 无疑有另一个声音在回答他 因为听得出来 他正在进行解释 是的是的 时间正好是这一天 但地点不是这儿 我继续向石墙走去 始终看不到一个人影 也听不见有人说话 可是 小王子又解释道 那么好了 你将会看到我留在沙漠上的脚印 是从哪儿开始的 你只要到那儿等我就行了 今天夜里 我一定到那里去 离墙只有二十米远了 我还是什么也没看到 一阵沉默之后 小王子又说 你的毒液 真是很厉害吗 你保证不会让我长时间受痛苦吗 我停住脚步 心情紧张 可总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现在你给我走开 他说道 我要下来了 这时我低头 向墙角下望去 不由得吓了一跳 原来 那儿有一条黄色的毒蛇 它正挺身昂首 对着小王子 这种蛇的毒液 在三十秒内 就能置人于死命 我一面飞跑过去 一面把手插进口袋 去掏手枪 但是 我的脚步声 惊动了那条蛇 那家伙好像一股 渗入地下的水流 悄悄地 从沙子里蔓延而去 它不慌不忙地 钻进了乱石堆 发出一阵轻微的吭腔声 我赶忙来到墙下 正好把我的宝贝小王子 接在怀里 只见他面色苍白 这是怎么回事 刚才你竟跟毒蛇 谈起话来了 我忙解下他那条 从不离身的金色围巾 浸尸后 附在他的太阳穴上 并叫他喝了点水 这时候 我什么也不敢再问他了 他用严肃的目光望着我 一下子用双臂 露住我的脖子 我感到他的心在跳动 就像一只重弹的小鸟 临死时那样微弱 你已经找到了 发动机上缺少的零件 我很高兴 你可以回到你那儿去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恰恰是来告诉他 我出乎意料地 修好了我的飞机 他所答非所问地 补充了一句 跟你一样 今天我也要回家了 接着 他神色欺然地说 我的路途更为遥远 也更为艰难 我深深地感觉到 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情 我像抱一个小孩一样 紧紧地把他搂在怀里 这时 我觉得他好像 笔直坠下万丈深渊 尽管我想拉住他 却无能为力 他那严峻的目光 望着遥远的地方 我有你给我的绵羊 还有他住的箱子 和他的笼套 他脸上露出惨淡的笑容 待了好长时间 我才觉得他 慢慢地缓了过来 小家伙 你害怕了 不用说 他真的害怕了 可他却轻轻地笑了 更加我害怕的是 今天晚上 我的心又凉了半截 感到事情已经无法挽回 一想到从此以后 再也听不到他的笑声 我就难受 他的笑声对我来说 就好比沙漠中的一股甘泉呀 小家伙 我还想再听到你的笑声 可是他却对我说 到今天晚上就整整一年了 我的星球正好转到去年 我落下来的地方 小家伙 什么蛇呀 约会呀 星星呀 这些东西 不都统统是一场噩梦吗 但他却对我的话 避而不答 只是说 重要的东西 是看不见的 当然了 对那朵花来说 也是一样 如果你喜欢 某颗星星上的一朵花 夜间 当你仰望天空时 你就会觉得 心里甜滋滋的 满天的繁星 都开变了鲜花 当然了 那水也是一样 你给我喝的水 就像一只美妙的乐曲 你还记得吧 那是多么甘甜呀 当然记得 深夜 你看看那满天星斗吧 我的那一颗太小了 小的我都没法 只给你看它在什么地方 不过这样更好 对你来说 我那颗星星 是满天繁星中的一颗 那你就会喜欢观看 所有的星星了 他们都将成为你的朋友 我还有件礼物送给你 他又笑了起来 哎 小家伙 小家伙 我多么爱听你的笑声啊 这正是我要送给你的礼物 它就像水一样 这是什么意思 人们对星星 各有不同的看法 在旅行者的眼里 星星是向导 在另外一些人看来 他们只不过是一些 微弱的亮光 而对于学者来说 他们就成了研究的对象 商人眼里的星星 就又变成黄金了 但是 这些星星却从不开口分辨 唯独你的星星 是任何人也不曾有过的 你说什么 既然我就住在 其中的一颗星星上 既然我在那里笑 那么 当你夜间抬头仰望天空时 你就会仿佛听到 所有的星星的笑声 只有你才拥有天上 那些会笑的星星 于是 他又笑了起来 当你得到了安慰时 你会因为认识我 而感到高兴 你永远是我的朋友 你会希望和我一起欢笑的 有时 你会打开窗户 这样做也是为了散散心 你的朋友见你仰天欢笑 一定都会非常惊讶 那时 你就对他们说 是的 星星永远是我欢笑 他又笑了 好像我给你的不是星星 而是许许多多会笑的小铃铛 他又笑了 过后又变得严肃起来 今天夜里 你知道吧 你就别来了 我不能离开你 我那痛苦的模样 我那冰雨死亡的神态 就是这样 你别来看了 没有那个必要 我不能离开你 于是他变得忧虑不安起来 我对你说这些 这也是因为那条蛇 一定不能让他咬着你 蛇很恶毒 他咬人是为了取乐 但是好像有件什么事情 都使他放下心来 真的 毒蛇咬第二口是就没有毒了 那天夜里 我不知道小王子 是什么时候动身的 他不声不响地走了 当我追上他的时候 他正坚定地 大不留心地向前赶路 见了我 他只说了句 啊 你来了 他一把拉住了我的手 赶上地说道 你错了 你会感到痛苦的 我的脸色将会像死人一样 但这不是真的 我 我说不出话来 你知道 路太远了 我不能带着这躯壳走 它太重了 我还是说不出话来 我的躯壳就像一块 扔掉的老树皮 用不着为它伤心 我仍然一言不发 他有点灰心 却仍强大起精神来说 你想 这是多么美好呀 我也将观赏那满天的星斗 每一颗星星都变成一口水井 所有的水井 都自动地倒出水来给我喝 我 我始终一言不发 这好玩极了 你将有五亿之小铃铛 我呢 我将有五亿井甘全 他再也说不下去了 因为他忍不住哭了起来 就是这个地方 让我自己走吧 由于害怕 他坐了下来 他又说道 你知道 我的花 我要对他负紫微呀 他是那样弱不经风 又是那样天真烂漫 面对着整个世界 他只有四根微不足道的西刺 用来保护自己 我实在支持不住了 也坐了下来 就这些 我说完了 他稍微还犹豫了一下 就又站起身来 往前走了一步 而我 却连动都不能动了 只见他脚腕旁 闪出一道黄色的光 他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 他没有叫喊一声 就像一棵树一样 慢慢地倒在了地上 因为是在沙地上 没有发出一丁点声响 到现在 已经足足六年了 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个故事 朋友们见我活着回来 大家都很高兴 我自己反而闷闷不乐 我只对他们说 这是因为累 现在 我略微感到一点宽慰 这就是说 还没有完全得到宽慰 可是 有一件事情却非常清楚 就是小王子的的确确 回到他的星球上去了 因为第二天天刚亮时 我再也没有看到他的躯体 他的躯体并不很重 从此 我就喜欢在夜间 倾听星星们的笑声 就像听五一只小铃铛的响声 然而 又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 在给小王子画的龙套上 我忘了画上一条皮带子 他永远也别想给绵羊戴上了 于是我暗自思寸 他的星球发生了什么事情 很可能绵羊把花吃掉了 忽而我又这样想 肯定不会的 每天夜里小王子都用玻璃罩 把花罩起来 再说 他也会很好照看他的绵羊的 想到这里 我高兴了 星星们也都默默含情地笑了起来 或者我又那样想 人总会有一两次疏忽大意 这就够了 说不定哪一天晚上 他忘了盖玻璃罩 或者 绵羊在半夜里不声不响地跑出来 那么 所有的小铃铛一个个都将变得泪眼婆娑了 这是一个深奥的谜 你们跟我一样都很喜欢小王子 如果在一个谁都不知道的什么地方 有一只我们谁也没有见过的绵羊 吃掉了或者没有吃掉一朵玫瑰花 这都会使宇宙万物产生天渊之别的变化 请你们抬头仰望天空 想一想 绵羊吃掉还是没有吃掉那朵花 于是 你们将会看到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然而 任何一个大人 永远也不会明白 这有多么的重要 对我来说 这是世界上最美丽 也是最凄凉的景色 这景色和前面一幅画的景色完全相同 为了让你们看个一清二楚 我在这里又重新把它画出来 就是在这个地方 小王子来到人间 然后 又从这消失得无涌无踪了 请仔细地看看这儿的景致吧 如果有朝一日 你们去非洲大沙漠旅行的话 便能准确无误地认出这个地方来 如果你们有机会 从这经过 我求你们千万不要匆匆忙忙 请你们在那颗星星下稍等一会儿 如果 那时有一个小男孩向你们走来 他也是笑容满面 一头金发 对别人的问话也是避而不答 那么 你们就一定能猜出他是谁 那就请你们发发善心 别让我总是这样惆怅百景 赶快写信告诉我 他又回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